繼續回到職場教育知日文必答的環節 身邊嘉賓都是Jason和我們聊天 Jason 你好 你好 繼續歡迎家庭觀眾 有事想問我們可以立即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5 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這一節不如跟Jason談談 將會出業績的聯想 編號是992 會在2月9日公佈業績 看看股價 現價到6.18元 今日暫時升一線 看到今天來說 都得到大摩方面力撐 當中目標價由6.2元升到7.2元 當中也提及到 將聯想在2013年和2014年的盈利預測 每股的盈利分別是上調5%和6% 亦預料到公司2011年第四季 亦成為最大的商業電腦品牌 當中也會著重擴大電腦市場的市佔率 亦預期毛利率方面的擴張力都會是增長的重點 不如談談聯想這一款 其實都想了解一下 會不會是聯想這個品牌 在內地的受歡迎程度比較高 因為香港似乎我很多朋友都在用iPad 兩者都是一個直接競爭的產品 但又可以這樣說 因為始終你用iPad 都是一個出街的時候 可能你搭地鐵會用 實際上如果以一個文書 或者以一個做事 或者玩遊戲方面 iPad的性能又未必可以有個人電腦方面那麼強勁 可能在硬碟或是RAM 甚至CPU方面 個人電腦整體的速度和功能方面都要較為強勁 所以兩者雖然有類似的替代情況 但就不是完全一模一樣的功能 所以始終在國內方面 無論是iPad也好 或者是個人的手提電腦也好 都一樣有一個非常大的需求 如果你看回聯想方面 Market share方面 全球來計大概是14至15%左右 都屬於計算HP之後是排第二 如果計算新興市場方面 它的增長就更加厲害 亦都是屬於這麼多品牌裏面 是排第一的公司 意味著 接下來如果你說內地 又或者其他新興市場繼續發展的話 對於這個品牌的增長來計 都還有一個非常大的潛力 聯想去後日就會公佈 第三季的業績 就是上年9月至12月方面的業績 普遍的大行都是看得不錯的 瑞銀、大摩、瑞信方面 都覺得它今次的盈利 能夠按季增長是2%至4%多 大家不要忘記 我講的是上年的第四季 整體的市場氣氛不算太理想 如果你說它的盈利 都能夠錄得一個按季的增長的話 都算是一個非常之不錯的信號 所以這隻的股份 我都覺得是這麼多隻 叫做IT股裏面 或者叫做一些科技股裏面 都是較為可以看好的一隻 亦都是看回它的股價 在過去的大半年以來 由去年7月開始 都是維持一個不錯的上升洗頭 踏入去2012年之後 都見到它的股價 連續幾下出現了 大陽燭方面有個秋升的情況 去到這些位置 都屬於一個近年的高位 所以會不會業績的利好因素 都已經在這一層的聲浪裡面 反映了很多出來 亦都會不會出現一個 所謂趁好消息出貨的情況 大家可以留意 所以如果你說在這些位置 我就不建議說高需很多 你說小小地買入去博業績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說見得到 出現了業績之後 發覺有個很大股壓 是令到股份跌下來 甚至乎跌穿這個 保力加通道中逐6元這些水平的話 我都建議可以先做止蝕 如果你說之前低位拿了貨 又未放的話 亦都可以拿著6元這些位置 作為一個止賺價 跌穿了的話 就暫時可以走一走貨 否則的話就可以繼續上網 暫時一個中短期的目標 我會給它6.6元 不好 謝謝 其實稅銀方面 早前有份大行報告 當中說到 政府因為由於十二五規劃的期間 亦都是大力支持IT的升級 聯想作為行業龍頭 都是最能受惠的 當中集團一年內 亦都會推出差不多20款的新產品 所以在2013年的財年 亦都成為一個高增長的年份 亦都估計它的盈利增長 按年增長18.9% 相對行業來說 今年的增長 即是相對同行來說 今年的增長只有6.3% 其實說一些科技和科網股 不如也把騰訊說說 編號700 現價到182.5% 暫時跌3.3% 跌幅跌近2% 騰訊好像一般 對比聯想來說 騰訊到了這些時刻 都算是發展的樽頸位 要突破這個樽頸位 可能都需要一些時間配合 始終說 騰訊在過去幾年 都一直憑著很出色的研發團隊 都做了很多非常受歡迎的 網上遊戲方面 令到營業額 都錄到一個非常高速度的增長 去到去年來看初步的業績 都發現 網上服務的業務 增長是明顯放緩了 甚至乎你說 網上遊戲的上線的人數 即同時間都是上網的人數 都是錄到一個很明顯的放緩 我相信這個趨勢 到今年都有機會維持下去 所以看到騰訊的管理層方面 都在去年不斷做一些向外收購的動作 但見到收購了很多業務回來 暫時又未見到一個很出色的協同效應 包括就好像收購了網上的商貿服務 或者叫做網上的拍賣服務 似乎暫時來說都不算太理想 始終這方面的業務 其實在國內都是充滿著競爭的 特別就是在團購方面 你看到網上都有很多團購公司 都在去年做不住要倒閉 我相信也要等這些新業務 都叫做發展成熟 或者都叫做有個比較理想的增長的時候 才可以重新提好騰訊 暫時來說 我相信騰訊去到180多元 之前上過190元 都是一個叫做近期的高位 如果你說接下來不能夠成功突破190元 這些阻力區的話 接下來還是有機會出現一個大小小的調整 初步來算 我相信比較重要的支持位置 暫時就看回是 107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說本身未有貨的話 都不需要急著在這些位置那麼快去追貨 好,謝謝Jason 都收到一些家庭觀眾傳給我們的電郵 分別是有Kean Wong 想問問你的汽車股 175和489 兩隻都未有貨 問問你什麼位置賣入最佳 以及想著是長線的 可以去到什麼位置 175亦都是一月份裡面 跑贏大市 以及其他汽車股方面 它的升幅都算是比較多一點 原因都是大家憧憬住吉里的母公司本身 接下來都有機會將一些海外的牌子 包括富豪汽車方面的業務 會注入這間上市公司那裡 所以都令到股價在幾日方面 都由過百這些位置 升到上去2.2 甚至乎在這幾日再升多一陣 就上去2.5這些位置 這個消息暫時都還未得到確認 所以如果純粹炒消息炒到這麼高的話 整體累積升幅我覺得是有些過多的 所以如果你說現階段的話 我就不建議這麼快去買一隻吉里 當然如果你說接下來的股價 有機會落回去兩個二左緊的話 我覺得是不妨可以少住吸納 另外你說489方面 暫時看到股價都慢慢上升 但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區 特別看到在1月中的時候 股價曾經上到15.5 但就出現了一支大陰燭 跌下來 暫時都看到15.5這些阻力區 未必說這麼容易可以衝得破住 所以如果既然是這樣的話 都不妨等股價再落多一點點的時候 才去買回 初步看回大概是13至13.2 就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支持位置 好,謝謝Jason 其實這位家庭觀眾 還想問一隻新世界 或者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繼續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我們就不要走開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